大家好我是阿琪老師 歡迎回來 Arduino首次接觸就上手 Processing小教室 那我們已經到了第四個範例了 前面的範例你有跟著做做看嗎 那當然要歡迎各位要先取得一片 Arduino首次接觸就上手的套件 才能完成相關的課程 但你要用Arduino Uno也可以的 當然那就是說 Arduino首次接觸就上手的話 它把很多元件都整合在上面 就是方便各位直接開始做你喜歡的專題 好那我特別把今天的這個畫面顯示在這上面 你看這個很療癒嘛對不對 就慢慢看這樣 OK那你當然隨著你學會了Processing相關語法 你可以把它的解析度變大 然後裡面的東西都可以做很多調整 那我們會教你怎麼做 那我們在這個範例裡面 已經整合了很多之前介紹過的感測器 OK那我們就運用這個Processing界面的這個 很多小功能來呈現出 這樣子都很療癒的效果 OK好那我個人特別喜歡看這個畫面 因為我覺得很紓壓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進到今天的內容喔 好請你呢開啟我們上課的就是我們課程這個頁面 我們是CAP教育團隊的這個GitBook的這個平台 那我們在這邊呢 Arduino首次接觸就上手 那我們從左邊可以看到 我們有焊極Dreno圖形化介面 我們這一系列是Processing的互動裝置藝術結合Arduino 那我們前面已經有下載Processing IDE基本的範例 然後呢第二個範例是數位輸入跟類比輸入等等 用按鈕啊用這個可變電阻啊來做說明 那第三個就是我如何在Processing上面透過滑鼠 或是透過滑鼠的游標或點選來控制LED的輸出等等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第四個範例喔 好那第四個範例的話呢 我們的做法不太一樣 之前用的叫做Standard Fermata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上次講什麼 就是說你的Arduino呢它會灌一個相對大的程式 那灌完了以後呢你Arduino程式就不用再管了 這樣子有好處有壞處 好處是說我就只要做一次Arduino程式 然後呢後續就不用一直頻繁的修改它 那它的壞處就是說 例如Standard Fermata的話 它目前搭配Processing的Arduino韓式庫呢 它只有最基礎的數位輸入輸出跟類比輸入輸出的這個語法 那比較進階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過 如果我今天要把這個 一些特殊的感測器 例如Arduino手次接觸就上手 上面的這個溫濕度感測器的值傳回來的話 在之前的做法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第二種做法 就是說呢我們是透過Serial Writer 那誰Writer給誰 那就看這個語法在哪裡執行嘛 如果那Serial指的是序列通訊 那就是我們的USB線 USB叫Universal Serial Bus 所以呢 你的Arduino就可以透過SerialWrite 把它的資料傳過去 那因為是Serial嘛 所以先發的一定就會先到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Arduino的語法裡面呢 就會看到一個像火車一樣的東西 想就一個一個丟過去 那Processing就照順序一個一個接 然後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頁面 有執行的畫面嘛對不對 然後有Processing的程式碼在這邊 那Arduino程式碼的話 抱歉齁 Arduino程式碼在上面 那我們這邊呢都已經幫各位做好了 相關的連結 但你要複製這邊也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把這段複製起來 然後呢 新增一個Arduino程式 然後設定好 就燒錄了 這個已經講過很多次了齁 好 那我們 不管是透過這個介面 或是這個的話 我們都可以看一下 這邊呢 我們抓了幾隻角位 第一個是R跟Alpha RGB Alpha 所以呢 我們用這些來控制 相關的顏色 那從這邊可以發現說呢 A2 在我們的 Arduino首次接觸就上手的話 是這個 它是聲音感測器 那後續各位 當然可以改用你喜歡的感測器 那下面這個Button的話 就是6號 那在板子上面都有寫 那這個F的話 是用這個A0 就是這個旋轉式的電位計 來控制這個F的話 我們是講Frame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轉動它 你會看到我們畫面呈現書 的那個小波浪移動的速度 有改變 那後續各位同學 各位學員 你想要改用哪一個角位 哪一種感測器 通通都可以 OK 通通都可以 例如這個 剛剛忘了講齁 那B的話是A6 就是光感測器 在這邊 那你如果說 那我能把光感測器 跟聲音感測器 調換當然可以齁 程式只是一種工具 等到後續你熟悉了以後 你就會有更多有趣的變化 好 所以宣告變數的話 其實就是上面這一段 這一段相對是很簡單的 好 那下面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個Serial Write OK 那我們這邊是把R的值 讀取來以後 除以4送出去 那α的值也除以4送出去 OK 那這個除以4 其實只是單純的一個比例上的效果 也就是說 如果你等一下 因為這個R很明顯 就是要來控制紅色的濃淡 所以如果你覺得 紅色的比例不明顯 你就可以把這個R 就不要除以4啊 你除以2啊 等等 那後續這些小小參數在設計上的話 都可以歡迎大家來試試看 好 當然 這種比例的話 你要在Arduino端調整 或是在Processing端調整 其實都是一樣的 OK 那 你要嘛就兩邊都調 OK 那我個人是喜歡說 那在一個 在Processing端調 是我比較喜歡的做法 Arduino端就是很樸實的 把程式 把他的資料送出去就好了 OK 好 就是看個人的風格 那Processing的程式是比較長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這個程式碼在這邊嘛 對不對 就是把它打開來 好 然後不然你是用下載的方式 或是用這個 複製天上的方式 都沒有關係 這樣把它丟到你的 Processing的環境裡面去 好 那我們來說明一下 他程式的內容 OK 那我們宣告一個叫做 Particles的 Particles的 正列 可以嗎 那其實你在畫面上看到這一顆 就是一個小小的Particle 叫粒子 那這個粒子的話 就是可以做很多 例如移動啊 或是這個 模仿自由落體啊 或是噴射啊 減速啊 彈跳這種等等 OK 就把它想像成一個小球 那球變得很小 就是一粒 就是粒子 那因為它有很多 所以我們會用 陣列的方式來管理 那Particle的話 去Processing裡面 一個特殊的類別 你可以去看 它相關的文件 那上面的話呢 就是宣告 這邊的 剛剛對應的 Arduino這些變數 那你會發現說 這個R 它這邊有特別刮起來 代表說 我們是用它來處理RGB的R 下面是處理RGB的B 那你說RGB的G呢 就是綠色呢 那這裡其實是用另外一個參數去做 那後續大家都可以做調整 好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宣告了這樣子 這麼大的畫面 OK 1280乘上200 OK 那這個畫面是可以調的啦 因為我剛剛這邊的話 我這邊是只有用 600乘450 OK 反正就是一個大小 OK 那這個數字沒有關係 OK 我之前在這上面的話 是為了要Fit我畫面的寬度 就是寬螢幕看起來比較潮 好 那回想我們這句話 我要去抓我這台電腦上的第0號 其實就是第一個Arduino的裝置 OK 所以你這時候Arduino手次接受這套手套件 當然要接在電腦上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接好的話 做到這邊其實程式就會出錯 然後就執行不下去 好那這邊就是有你的 設定背景顏色 然後設定無邊框等等 那setParticle其實是我們下面的 一個自定義的函式 OK 好 那在我們的Draw組程式裡面的話 第一這邊就是來讀取相關的內容 If line.available大於0 就是說 我的line就是 不是那個通訊軟體啊 是那個你的USB端 Arduino有沒有透過USB送東西過來 你看喔 所以就通過line.read一個一個丟過來 對應到它的變數裡面 那這邊的順序就是要請各位 要參考 你看喔 r alpha button bf 那我們這邊在這邊的話 把alpha設成value 那個其實是一個變數沒有關係 這也是有順序的 不然就牛頭不對麻醉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過 序列通訊的話 它就是按順序來 OK 它不能插隊的 好 那如果button等於1 就是說我拿Arduino端 有button被按下的時候 button會等於1嘛 就setparticle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這個畫面的變化很明顯 然後呢它會把資料送出來 像顯示相關的值 所以你可以從processing下面這邊去看說 哪一個數值是不是按照我們要的在變化 OK 那接下來呢 去改它的相關這些參數 然後去調它的frame rate OK 那你會看到frame rate 是透過f 在改 那f是什麼呢 看一下Arduino的值 f的話是透過旋轉式電位計 在修改的 OK 好 那因為今天這個呈現出很多效果 所以呢它的對應會有點複雜 大家就習慣就好 然後呢 這邊設定它的填滿的顏色是alpha OK 那alpha是透過value上面這個變數去算的 OK 建議各位可以畫一個圖表會比較好對應 然後 好 那接下來就是 主要是在set particle這邊做 那我們set particle呢 在上面的 這個 我有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 你的 particle 預設的話是6000 那畫面就會 畫面看起來很細緻 那你如果想要好好看一下 就是 它每一個例子是怎麼動的話 你可以把 particle的數量設少一點 就是例如設為600 它畫面上就會看起來比較稀疏一點 那調整的話就在這裡 particle等於new particle 括號6000 那這邊就會去把每一個 particle都掃過一遍 它隨機的位置 你看它的xy 跟它的顏色 OK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會在這邊去宣告 去產生這個 particle長度6000裡面的 第0到5999號 OK 那每一個位置都是隨機的 然後呢 每一個顏色都會有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說這邊有ADJ ADJ的話就會根據你的畫面高度來設定 然後呢 你的color是RADJB OK 所以你會看到說 當我們在去控制這個R的時候呢 R的話是聲音感測器 OK 也就是說我等一下如果把 花 Arduino手持接觸就像手拿起來吹氣的話 這個聲音量的變化應該就會影響到 畫面上那個粒子的紅色的濃度 OK 當然要看效果 因為顏色是相互組合的 好 那接下來呢 你滑鼠按下去也會set particle 就是按滑鼠跟Arduino的按鈕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宣告這個particle這個類別 它會有一些動作 包括它一開始需要哪些參數 就是position X position Y 就是你在畫面上哪一點嘛 對不對 然後C 就是顏色 接下來它有一些動作 就是物件導向的概念 它會有移動 然後它會有呼叫自己呼叫自己的update 那update呢 是各位 你可以做的另外一個有趣的做法 你會發現它呈現一個這樣子的效果 那只要是長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就有點像 呃 三角元素的sin跟cos的這個語法 那實際上 我們從 確實也從這邊看到它呼叫了 sin跟cos的這個語法 那它這個角度 那我們要 sin跟cos的話 三角元素 所以我們要送給它一個角度值嘛 那這個角度值的話 是透過processing這個noise的語法去產生的 那noise又根據你的位置 就是position x跟xy 然後它有一個累加的變數 ok 所以各位也可以去調整這個累加 加等於0.008 你可以把它改成加等於0.016 加倍或是加多一點 但你不要一次加太多 它可能會變得就是跟你想像不太一樣 那你可以把它調少 所以它這樣子的幅度應該會變得稍微平緩一點 然後最後乘以2排 好再送進去 ok這只是一個效果 你也可以換成tangent 試試看 ok那今天你可以看到說 x是加等於2cos 那y等於加等於2的sin 這都是只是一個效果 好那這邊就是說 如果你的畫面 你的畫面 位於在畫面的寬高裡面 它會做些什麼事 超出的話就不處理了 那最後如果就是說 它如果你的位置小於0 或是超出了就是 旁邊的話會做什麼事 所以這個Display跟Wrap的話 是在處理說它相關的 如果超界在做什麼事情 好 這個程式很粗淺的講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效果 這個是600x450的畫面 好所以我來吹吹氣 下面的數值有一些變動 ok 那我也可以用我的手機的 手電筒去照一照這個光感測器 效果好像不是很明顯 等一下可能要調一些參數 不過這個參數的調整就留給各位啦 ok 你會拿捏到一個你喜歡的參數 那你如果覺得變化不夠明顯的話 其實我也可以只 單單針對某一個感測器去調整 紅色綠色藍色的一個數值就好 那我今天這個範例已經是把RGB全部都加在一起 所以有些效果可能不是很明顯 好 那我現在按一下這個button 有看到嗎 它就會重新去設定 好 那我現在呢 來調整幾個 那我按滑鼠也是一樣的效果 我要調整幾個比較常見的參數 那我把這個 調整跟我們網頁上一樣的大小 12812 1280200 但是呢 我要把這個Pollicle的數量 ok 我剛剛執行只有600 所以剛剛是比較稀疏的 那我調成6000看看 喔 爆了 喔對 不行 這個下面也要改 不好意思啊 現場寫程式就是這樣 Sorry 好 這個才是6000的效果 喔 看起來很不錯 然後呢 按一下按鈕看看 哇 很紓壓 那我個人特別喜歡Presesting 這樣子的效果 ok 好 那我們 再換一個 剛剛有說嘛 這個加等於0.008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加到016 ok 看一下它的效果 會不會更好一點 那我可以把畫面的增大 好 變成1280x400 ok 當然 你要做到最大的 當然就是跟你畫面一樣寬 ok 那當然越大的畫面 越多例子 你電腦可能跑起來 就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不過應該都還好 目前的電腦都很厲害 好 那不知道各位 能不能看得出來 它每一個例子 在移動的軌跡 變得比較狂野一點 因為我們的增量變大了 ok 那你如果覺得不夠大 那你當然可以 回來這邊把這些數字 都再調整 例如這個都調整兩倍 0.008 0.12 那甚至 我們這邊改成0.03 來看它的效果 ok 特別喜歡這種紫羅藍色 藍色跟綠色的配合 真的是很不錯 好喔 那後面你也可以去改它這個效果 例如你不要惡系塔 不要就不要啊 那我們來試試看 喔 所以你會看到說 它這個跟之前修改的效果 明顯有差 好 那你如果想要知道它怎麼去走的話 因為如果我們不加Noise的話 那其實它每一個Policle 它走的軌跡會一模一樣 它差別只在於位置而已 那我們今天就是透過 Processing的這個 Noise的這個函數去產生 這個隨機的雜訊 它才會有一些隨機的效果 不然你畫面上 6000顆小球 其實出現在不同位置 但是走一樣的話 看起來可能像閱兵吧 就不是很漂亮 ok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 這一個小範例 希望各位都喜歡 Processing呈現出來的效果 然後呢也歡迎你趕快趕快 取得我們Arduino 首次接觸就上手的這一片 來玩玩看 那我們下一個教學影片見囉 掰掰 歡迎大家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以及Facebook粉絲團 找到更多你喜歡的內容